胖女人的四大好处,只有试过的男人才知道 我们都知道,现如今很多男人他们在挑选自己另一半的时候 首先看中的就是一个女人的外表,其次就是一个女人的身材 他们多半会选择那些性感妖娆的女人 因为日后和这种女人生活在一起,会给自己带来不同的感觉 但真正想过日子的男人,他们都会挑选那些比较胖一点的女人 因为和这种女人生活在一起,能够让男人感觉到刺激感 所以以下就是胖女人的极大好处,只有试过的男人才能够知道 当一个男人和一个胖女人生活在一起的时候 他就会发现原来胖女人身上也有很多的优点 比如说当男人和女人发生关系的时候,就不会让男人感觉到杠人的感觉 因为胖女人身上肉很多,同时当男人在抚摸这种胖女人的时候 会发现原来胖女人给人的手感非常的光滑 所以只有一个亲身体验的男人才会知道 这种感觉,同时像这种胖女人,他们会一心一意对待自己 绝对不会像那些瘦小的女人整天只知道在外面招惹男人 而这种胖女人,他们就非常的顾佳 内心只有自己的男人 啊,不挑食 胖女人在现如今生活当中也是非常普遍的 当一个男人和这种胖女人生活在一起的时候 男人会发现原来胖女人也没有人们口中说的那么差 因为像这种胖女人,他们对待生活非常的简单 不挑食,好养活 不像那些瘦瘦的女人整天挑三拣四 还会经常买一些化妆品 男人像这种胖女人,他们只要吃饱喝足就别无怨言 所以小编也想劝告那些未婚的男人们 不一定非要找一个身材比较好的女人 也可以换一个角度寻找一下这种胖女人 当你真正和她生活在一起的时候 你会发现原来胖女人身上也有好多的优点 三,脾气好 像这种胖女人,他们在生活当中很受人们的喜欢 并且日后和男人接完婚之后 他们还会和自己的父母融洽相处 绝不会为了一些小事情而发生争吵 同时像这种胖女人,他们不仅脾气好 而且对人也很温和 即使在生活当中会和自己男人发生争吵 但每次吵完架之后 只要男人主动认错 说一些甜言蜜语 胖女人就会被男人轻轻松松的给征服 所以这只是胖女人身上所拥有的优点 而不像那些瘦小的女人 她们看上去就会非常的凶陈恶杀 并且心机非常的重 像这种胖女人,他们根本就不会另藏生机 并且说话直来直往 不会在背后指手画脚 四,非常顾佳 我们都知道,现如今很多男人 他们都喜欢找那些身材性感的女人 但是很多婚姻都是因为女人自认为自己天生漂亮 于是就凭借着自己的外貌 出去勾引那些结过婚和有钱的男人 但也有一部分男人 他们会踏踏实实的找一个胖女人和自己结婚 当然日后和这种胖女人生活在一起的时候 她发现原来胖女人也会给自己带来安全感 因为胖女人,她们本身就很肥大 所以男人即使在外地出差 她们也很放心家中的女人 而且像这种胖女人 她们不管做什么事情 都会处处考虑自己身边人的感受 所以这也正是男人为什么会挑选和胖女人结婚生子的原因之一 以上就是一个胖女人给男人带来的极大好处 所以小编想劝告那些男人们永远不要在背后评论一个女人长得好与坏 如果你没有亲身体验过 你就没有资格去评价别人 同时你也不配拥有一段幸福的婚姻生活